莫斯科史奉政上,軍隊就說沒有收到任何任務 伊利欣在本港時間下午5點,透過國營電視台發表全國講話 續完人民新年法律之後就隨即宣布辭職 伊利欣說他決定提早在任期界門前半年讓位 因為俄羅斯必須由有才幹和魄力的新政治強人帶領進入2000年 伊利欣還請求俄羅斯人民原諒他任內的過失,但卻沒有說明是甚麼過失 俄羅斯站定會提前在明年3月26日舉行總統選舉 伊利欣相信,普京當選下屆總統的機會很大 自關在剛剛結束沒多久的國會下議院選舉中 普京支持的政黨,拿到第二多的席位,忍辭於共黨,證明他得民心 現年46歲做過俄羅斯特工,本身是游到黑帶的普京 做了總理只是5個月時間,就由一個低調的官員 變成受歡迎的政治人物 他直接認為,是和他處事立場鮮明有關 例如在車身問題上,普京就堅持不和遊擊隊談判 無線電視記者在宏林業報導 二年68歲的葉利欣,91年出任俄羅斯總統 96年連任,他今屆總統的任期,原本還有半年才屆滿 由李敏廉介紹一下他 近年葉利欣可以說是醫院和療養院的常客 最近一次在今個月初,他患了肺炎入院 出院後還不理醫生的勸告,立刻飛去北京訪問 雖然他經常入院,但葉利欣一直說自己無大礙 說會完成總統任期直至公園2000年 住院期間,他一直有處理政務 像最近的車神戰士,他一直支持總理普京的決定 出生於農民家庭的葉利欣,讀完建築工程之後 30歲加入蘇聯共產黨 1985年,他得到當時的蘇共領導人 戈爾巴喬夫提拔,委派做莫斯科市長 在第二年,進身蘇共政治局 不過,他的征途不是一帆風順 他一方面不滿意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措施緩慢 葉利欣在莫斯科推行的改革 又得罪了黨內的保守派 在87年,他被剝奪黨內的職務 而在那個時候,他發現自己有心臟病 那次失意,反而有助他建立個人聲望 成為激進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還在89年3月,當選前蘇聯人民代表 在政壇上東山再起 在91年,他還當選為俄羅斯聯邦總統 一步步進入克里姆林宮的權力核心 在91年8月19日,前蘇聯發生流產政變 過爾巴喬夫被強硬派軟禁在克里米亞 葉利欣出面跟強硬派對抗粉碎政變 一度被稱為日文英雄 在91年12月,前蘇聯十一個加盟共和國 組成的獨立國家聯合體產生 蘇聯正式解體 到了93年9月 葉利欣面對上任以來的最大政治危機 為了剷除反對派勢力 他突然宣布解散國會重新選舉 強硬派不滿 投票通過罷免葉利欣的總統職務 還被武器佔據國會大樓14天 葉利欣用武力平定灌亂令500人死亡 在96年7月大選,葉利欣連任總統 但他在選舉期間充滿活力的形象 掩飾不到他的健康問題 另外,葉利欣出名喜歡喝酒 間中有不尋常的舉動 好像試櫃開會之前當眾輕薄女官員 但他任內為俄羅斯帶來新氣象 好像言論、新聞和集會自由 以至於領導人公開自己的健康狀況 都是在前蘇聯時代沒有的 無線電視記者,李敏連報導 對於葉利欣辭職 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說 葉利欣應該再早些下台 而俄羅斯的盟國大部分都是讚揚葉利欣 美國對事件表示不太驚訝 並表示美俄會繼續合作 還用克林頓讚揚葉利欣 並且跟葉利欣通過電話 英國首相貝利欣也讚揚葉利欣 因為俄羅斯在葉利欣領導之下 世界更加穩定和安全 法國總統希拉克就讚揚葉利欣 在俄羅斯改革和民主道路上的歷史角色 表示會與俄羅斯繼續加強合作 與俄羅斯有領土主權爭議的日本 對葉利欣辭職表示遺憾 又說會繼續尋求化解與俄羅斯的緊張關係 而歐洲聯盟便促請俄羅斯 透過民主選舉選出新的總統 還有二十幾分鐘 本歌便會踏入二次